炒菜吃腻了怎么办 叫你一个万能的麻辣酱 想吃啥麻辣鲜香 不说了 开掌 家里的蔬菜随意放 今天我放的什么呢 藕片 海带 铜蒿 土足 粉条 藕片切好 加入凉水 没过藕片加入白醋 20克就不会氧化了 又白又脆 如果有一个快速的方法 加盐 盐可以渗透 加上淀粉 加温水 扣上盖 均匀给它摇晃起来 摇至3分钟 基本上也就好了 焯水 加点盐 沙拉油 海带 胡植粉 土足 铜皓 炒好捞出 碰清水分 麻辣拌的辣油 讲究 一个辣椒段 一个细辣椒面 编麻辣椒 有讲究 小火出麻 大火出香 小火慢慢编 细辣椒面 炸之前 凉个辣油 给它拌一下 入溶一壶 油温不宜过高 先炸细辣椒面 一边炸一边给它拌一下 再炸辣椒段 放点凉油 不宜糊 咱底下放点葱花 细个葱香 还有辣椒香 拌匀 控烧水的食材 再来个铁锹的盆 倒入两种辣椒油 配进自己的口味调剂 调一个万能的麻辣拌酱 生麻酱 拿香油泄好 加葱油汁 加蚝油 炒好的蒜末 少许的盐 一勺的糖 葱菜花 花生酱 花生酱 使其更香 和芝麻酱的比例 花生酱20% 芝麻酱80% 最后都芝麻 均匀的调散 万能的酱 先就做好了 调好的冠状酱 加入葱菜里边 均匀的一拌 拌的过程当中 就闻见香味了 拌匀装盘 来点香菜 拌好了 我呀先尝尝 嗯 太好吃了 有着万能的麻辣酱 拌肉拌菜都可以 您还愁啥呀